君墨 你现在有些糟糕啊 这两日我也杀人数百 剑势正胜 对你很糟糕 那你要不要先睡会儿 不用 为何 因为你还不是刘白 只守冠主随手一剑挥出 便让这书院众人险些抵挡不住 若不是四先生拥有上古神器和山盘 恐怕几人今日便要命丧于此 可就在众人一起抵御这冠主一剑时 不远处又有一人闪现而至 此人便是冠主最得意的弟子 十余年前便已是堪破生死的盗门天才 叶青 君墨 只割为武 我只希望你能放下手中的铁剑 放下铁剑 唐国就会血流成河 你连这个简单的道理都不懂 看来你还是有钱叫我 我不服教 你又何以教我 我便打到你 叶青嘴角一笑 这书院即刻浩然之后的天才 始终都是这般骄傲 就看叶青身后那木剑缓缓出窍立于身前 对着君墨便是拱手印 这道门天才与书院天才的对决 谈不上圣炫技 亦没有地裂山崩 君墨一剑挥出 铁剑与木剑相交而过 叶青曾自以为已堪破生死 可那一年在燕鸣湖畔 叶青与大先生李漫漫城墙一战 那所谓生死一剑 却为伤及李漫漫分毫 自那刻起 叶青忽然顿悟 如今面对君墨之强一剑 叶青竟未选择硬拼 而是一道残影幻化 碧气锋芒 叶青说罢便挥出第二剑 其中威势之大 饶式君墨竟也后退了半步 要知道 先前面对数万吸灵铁骑 面对到吃叶红鱼的繁龙大阵 君墨皆是微然不动 而此刻 这一步 彻底激怒了这生来骄傲的高冠男子 你已尽到 善为何道 第三剑 就看叶青双手捏绝指引苍天 这空间中的天地元气忽然震荡 凝令的地面竟开始颤抖 无数百油泥土凝结的长剑环绕四周 随着叶青一掌轰然而下 这万柄道剑夹杂着精纯磅礴的念力 朝着君墨面门袭去 就看君墨双眼怒争一跃而起 面对紧随而来的一剑 竟只是用身躯应接 一道青光元气照住君墨周身 身上的铠甲隐约间电闪雷鸣 那木剑已是通红 却依旧破不开这护盾 猛一用力 这木剑竟开始碎裂 无数木屑纷飞 直到剩下那剑柄 两人同时挥拳击出 不同的是 君墨依旧站立于天地之间 而叶青却彻底沦为了废原 这只手关天下行走的骄傲 在此刻荡然无存 从万剑到一剑 从看破到不看 从事外到事件 叶青从来都是在高歌前进 只是不想 今日却破费于此 面对妹妹叶红鱼的关心 叶青缓缓地解下身后的剑销 随手扔在地面 从此刻起 自己与剑在无瓜狗 我呢 继续做你的道吃 相信总有一天你会超越我 我走了 妹妹保重 而此刻青霞 见君墨凯旋 众人本是振奋欣喜 可君墨胸前的铠甲 忽然流出道道烟红 方才一战看似轻巧 可高手之间的对决 哪有容易二字 看着那身前一惊 已被血字印的发黑 众人心中结实一痛 只是不想还不及君墨恢复 又有一人飞身而来 而此人自视人间剑胜 柳白 昨日一战 君墨竟将常见立于身前一尺半 此等骄傲 让这身前一尺全无敌的剑胜心中不爽 可柳白终究是长者 未给族君墨颜面 这才等到如今 他知道 浩然见到 只有在他开始受伤 开始疲惫 开始真正愤怒的时候 才是最强 你要不要歇一会儿 歇不 我不知道歇完以后 还能不能像现在一样自信 如此便不歇 若前几日与先生战 我必败无疑 感谢先生等到此时才出见 嗯 很好